根据一篇发表在美国肿瘤医学期刊的研究 分析了5635名大肠直肠癌患者与4515名对照组 根据他们从20岁至今的体重数据 发现肥胖时间欲久 得到大肠直肠癌的风险就欲高 该项研究是研究团队将2003年以来 在德国诊断出的5635名肠癌患者 与4515名健康对照者所进行比较的结果 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如同导致肺癌的吸烟累积效应 医生体重超标者的时间越长 对其健康影响越大 以及腰围突出的人 比保持正常体重指数的同龄人 更容易患大肠癌 研究团队表示 这项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表明 累积终生超重在截止肠癌风险中颇大 研究发现 比起单一时间点肥胖对健康风险而言 长期肥胖的影响更为显著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前认知的风险更大 这项研究中所称的肥胖 定义为身体质量指数高于25 低于25则不属肥胖 借由身体质量指数高于25的时间 与其日后罹患大肠癌的风险 来估算两者相关性 结果发现肥胖时间越长 得到大肠癌的风险就越高 最高达2.54倍 要降低大肠直肠癌 对身体造成威胁 除了摆脱肥胖之外 民众还需要定期做筛检 能有效降低35% 大肠直肠癌死亡率 早期大肠癌治愈率高 存活率高达9成以上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